极端天气肆虐全球 今年以来欧洲多地接连遭受洪水的重创 风暴伯特星期天带着强风骤雨 夹带着冰雪强势登陆英国 导致多地爆发水灾 至少一个人死亡 在风暴当中 多条的道路、铁路、桥梁和道路都被迫关闭 当局正在密切的关注灾情 而在玻利伟亚同样是暴风雨来袭 首都沦为了水江 一名四岁的女童不幸和家人走散 当局正在全力的搜寻当中 风暴伯特星期日带着强风骤雨 夹杂着冰雪吹袭英国 从英格兰、威尔士到苏格兰多地 都发布了风雨的黄色预警 沿着以待 英国当地媒体报道 降雨最严重的地区 目前正在向东移动 进入苏格兰中部和西南部地区 导致当地爆发水灾 全国范围内也已经发布了 超过100个洪水警报 截至目前 沿海地区的风速达到 每小时120公里 而内陆地区的风速达到 每小时104公里 当地警方指出 这次的洪水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多条铁路、桥梁和道路都被迫关闭 当局也正在密切关注灾情进展 风暴伯特重创英国 当地居民一觉醒来 就发现低洼地区已经被淹没 一些人冷静撤离 一些人则是慌忙逃离灾区 这不是一件事 你会想起来的事 你看到新闻 这在澳大陆地区 这在澳大陆地区 这会发生了你 然后就觉得 好 怎么办 我们应该怎么办 有些人会有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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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会有自己的方法 而在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同样遭遇严重洪水 当地星期六晚上的一场暴雨 导致一条河流泛滥 淹没了拉巴斯移出郊区 许多人被困在家中等待救援团队 当地民房部证实 一名女童在水灾时 不幸和家人走散 当局正在权力搜寻这名女童 有声音 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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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年女的女孩 已经失散了 父母都失散了 人们都得出门 他们的家庭 因为没有办法出门 因为土壤已经到这里 家庭在沿着 土壤继续升 我们需要更多助力 更多工具 不足够的助力 我们要救我家 但谁都帮我 截至目前 至少有26人受伤 超过40栋房子被洪水损坏 当局派遣了大约300名军人到灾区 协助灾离撤离以及清理灾区 波利维亚政府承诺 将会尽一切努力将灾区恢复如初 同时也会调查水灾原因 嗯 很冷 很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